真的也是很难忘 因为艺人正元唱退伍后的第一部戏剧作品 找来了张俊宁当女主角 这次呢剧主可是开拔到超浪漫的北海盗拍片 但是呢却让男女主角冷得万死 还说真的很难在雪地里面耍浪漫 我还要谢谢一个 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哭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正元唱手握讲座 感谢生命中重要的人 但正元唱有得过金马奖吗 原来这是正元唱退伍后第一部偶像剧作品 片中搭起仿金马奖的场景 导演要他把进演运圈多年的感受真实呈现 正元唱演得逼真也获得导演青睐 那要说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很开心是 我的演员们都演得非常的好 其实像刚刚小众有一幕 可以讲揣摩得奖的感觉 然后他在里面就是那个眼泪掉的 我在旁边也跟着掉眼泪 虽然是假的金马奖 大家走红毯还是很怕出糗 我想问一下女艺人 是不是很怕男生踩到你们裙子 然后整个衣服这样子掉下来 而且会很糗 其实这个画面一直在我梦中出现过很多次 今天晚上会上演吗 今天晚上希望可以美梦成真 可以不要吗 因为我不想要被你踩 此片由金钟导演曲永宁指导描述演艺圈中的故事 耗资千万打造各式场景 除了金马奖以外还把剧主一行人带到北海道取景 女主角张军令则是被动的皮皮剉 正原唱张军令认识多年过去也曾合拍戏剧 这回再次吸手演出相信会更有默契 UDN TV 陈慧珍 陈建良台北报导